大家好,我是隊長VL 7月1日,一個非常之興的日子,天氣非常之滿熱 我和經理人進來大埔跑跑步,輸一輸滿氣 我們會一路跑步一路參觀幾個大埔人一定會聽過 但又未必會去過的景點 我們會由前身是舊大埔警署的陸會學院出發 之後會跑去一個我從來只會路過而沒有進去參觀的 范仙宮和這個碗窯博物館 之後我們會在附近搜尋一下碗窯的位置 然後我們會跑過去蟲子園的方向 途中我們會經過一個叫鳳凰山的地方 一條可以跑步或者慢慢走 甚至乘車都能到達的郊遊路線 我們一起走一轉吧 如果是乘火車進來大埔的朋友 其實沿著運頭角里的方向走 就會見到這個懸崗的位置 舊大埔警署其實就是在這個懸崗的上面 在火車站走過來大概200多米距離 十多分鐘左右 沿途指示都清晰的 當然,跟著手機上面的地圖走得更加穩陣 Hello大家好,我是隊長VL 現在我身處在大埔的陸會學院 即是近時的舊北區里民府 和大埔警署的位置附近 OK,上次大埔交流流 我們就去到這個大埔火車站博物館 就完了 原本想來這裡的 但趕不及 今天我們就位在這裡 做一個起步 然後我們要跑步路線 就會過碗窯那邊 看碗窯博物館 然後會上鳳凰山 大埔為什麼要鳳凰山呢 一旦走一轉就知道了 接著就可能會去到這個大埔的 蟲仔園那邊多個回合 看情況視乎時間 夠時間就多個回合 不夠時間就直接在大埔拗道 那個臨路呢 就回到頭 全程大概7公里至10公里 現在我們進去這個陸會學院 打個回合 終點會來這裡吃個下午茶 希望講得及 由於當日是七一假期 我們來到的時間已經中午了 來到時間已經有人在排隊 職員跟我們說 最好假日來 都是預先網上登記會好些 而另一個溫馨提示 就是告訴我 館裡面是不可以拍片的 但我也不太明白 為什麼可以給拍照的地方 但又不可以拍片 但沒辦法 去別人地方參觀 就遵守別人的規矩 大概等了十多分鐘 由於有人no show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進去參觀了 舊大埔拆館經過活化之後 就交給家道理農場去管理 以綠色環保來做主題概念 一進去我們首先會見到一間 以賣有機食品 和綠色環保概念物品的商店 這座舊大埔拆館建於1899年 由於當時的英國政府 視大埔為新界的中心點 所以當年當英國接管新界的時候 還在這裡做升旗儀式 除了社會的發展 1987年新的大埔景處落成之後 這裡就停止運作 去到2009年被古知會評為一級的歷史建築 去到2015年就正式搖身一變 成為現在的陸會學院 來到舊大埔景處參觀 我強烈建議大家要試試這間餵食堂 餵食堂就只提供素食的菜式 有些人吃素是因為這個宗教的信仰 有些人吃素是因為身體健康的理由 而這裡想帶出的素食概念 主要是以環保的角度為主 他們說的是一個低碳飲食的概念 不挑選一些在養治或者生產過程中 會產生高碳排放量的食材 很多人聽見素食第一個感覺就是不好吃 其實不是不好吃 是你不適合吃的 都市人太習慣大魚大肉了 我自己都是一個吃肉獸 但大家都知道吃素其實是有益的 習慣下多菜小肉 無論對環保對身體健康都一件好事 吃一年參觀大概逗留一個小時左右 之後我們就出發繼續我們的行程 原本想著回來才吃東西 但今天實在太高興了 今天假期的關係是7月1號 天氣非常之高興 吃了東西才跑步 要不然沒力跑 但前面好像封了 又摸門釘 舊大埔北區李文府最新的開放安排 一至五天才開放 假期是不開放的 上午9點至6點 有完才來 這裡其實我覺得是比舊大埔差館更漂亮 最值得走在這個位置 可惜哪天沒有開 又要有完再來 拍一拍一條路線 剛才我們沿著這條斜路上來 剛剛在大日子酒樓的位置 前一點的停車床位轉上來 現在我們就嘗試走右邊這個位置 下山 現在我們身處在這個玄江的小山峰上面 玄江的小山峰上面 就是這個北區李文府身處的山仔上面這個位置 很多外籍傭工在這裡玩得很開心 我們不打擾他們了 我們剛剛從這裡走下來的 過完玄江這個位置之後 下去到港幅道 我們沿著右手邊方向 骨折到大埔火車站後邊 然後就會沿著達運路方向 上去碗窯的博物館 其實如果剛才不去玄江這個山峰 反過來我們沿路上沿路到那邊 就會比較近一點 我和經理人今天就選了跑步去走這個景點 但其實除了跑步之外 慢慢走也行 踩單車也行 甚至乘搭車也行 識除專便 跑到這裡我們不是去新達方向 去另一邊的方向 轉左 穿回了行人隧道 前面看到的條路就是達運路 我們沿著達運路轉左手邊 一直去就是碗窯的方向 由達運路這個路口 去到下碗窯 感覺好像很遙遠 但實質看一看地圖 都是大概800米左右的距離 走一下跑一下聊天 很快就會經過這條橋底 過了這條橋底之後 上樓梯就是碗窯附近的位置 來到達運路和碗窯路的交界 直去就是碗窯路 我第一次去碗窯路 而不是準備上山 是打算去走碗窯博物館 前面過這個河 有條橋 我們框這邊過 右手邊 在這條小海樓 看一看上面的天色 今天是7月1號 非常之興 其實本身是藍天白雲 但當初有個黑雲 沒有辦法不興 慢慢走 前路難走些少 今天這麼死興 下碗窯村 找到碗窯博物館為止 這裡 外面就是碗窯路 我們走裡面的條路 這條路我沒走過 今年龍眼大造 周圍都見到龍眼樹 開門了果實 非常之多龍眼 有毛毛狗 一穿上樓梯級 我們就去到范仙公的位置 不看資料都不知道 原來范仙公公奉的范大仙師 是專庇佑圖像的 就好像做木工泥水的師傅 公奉老班仙師一樣 但原來公奉圖像的守護神寺廟 我猜全香港只得一千零一間 剛才被狗嚇到 我也不知道牠在裡面 不要緊 不要緊 剛來參觀 被狗嚇一嚇一嚇一嚇 非常兇狠 不是 牠的樣子都乖 牠乖 牠怕人搞牠 是呀 不好意思 這裡除了一間廟外 還有一些滿腰的出土物物 參觀完范仙公之後 旁邊的滿腰公立學校 挺漂亮的 這些字體 參觀完范仙公之後 走過去後面就是滿腰博物館 看回展館裡面的資料 原來這個碗堯是到現時為止 唯一一個在香港發現做青花圖池的瑤址 遠至康熙27年已經對這個地方有所記錄 康熙27年就是幾年前 三百多年前 看回資料 這個碗堯最初是由姓文和姓謝開闢 康熙元年期間 因為朝廷就頒發了千海令 所有人都要向內陸千移五十里 因此這個碗堯也暫停運作 八年之後千海令就解封 但是八年過後 謝先生現在在當地落地山根 回來再管理碗堯的指得文先生 再過多五年 即康熙十三年 文氏就把碗堯賣給 從廣東長落千移下來大埔的馬氏家族 之後當然是除了社會的發展而結業 而去到1983年 就成為這個法定估計 村灣出去碗堯展覽廳 外面又見到火龍果樹 後面還有一棵石樓樹 火龍果 現在的火龍果買得很便宜 最近又當做 上面的石樓 石樓說要包住 因為怕果形 很漂亮 參觀完這間碗堯博物館之後 掌援知識 我們就會過去大埔河那邊 即碗堯路另一邊的方向 沿著一條斜路 上一個叫鳳凰山的地方 大埔都有一個鳳凰山 上面有一間叫鳳來良縣的地方 它的名字叫鳳凰山 我還沒過去 現在就一起跑步 然後過去看看 究竟那裡有什麼景色 村民出馬路 我們看到碗堯位置 指示方向 轉右 當然看 我對那些位置 多於興趣大的展覽館 我們去看看 找到這裡的位置 一轉到這裡 為什麼這麼熟口熟面 這裡就是慰液信徑 延續方向 去到半春園的位置 這裡有狗 小心 通常都是鎖在裡面 圍爲信徑走 來到這裡看到我的牌子 細心點看一看 這裡寫著法定古蹟 大埔門窯村古堯位置 封了鐵絲網 我們跨個圈 看看有沒有些位置 在鐵絲網 以外可以看到這個牌子 在鐵絲網 在鐵絲網 旁邊 有鐵絲網 有人走這條山路出來 坐下一點看一看 看一看 那邊有路 鐵絲網很大 我們沿著鐵絲網外圍的村屋 鐵絲網 看著鐵絲網 鐵絲網 看到鐵圓看一邊 這條山路 有鐵絲網 看到一條鐵絲 有鐵絲網 看到一條鐵絲網 有鐵絲網 沒有鐵絲網 有鐵絲網 看看这边的门口有什么情况 我们终于找到其中一块 其中一块古迹 这个叫做...刚才用牛拖着 那个叫什么呀? 剪磨作坊卜圆图 这个是圆形的图 里面那个应该是水牛呢? 拖着一块东西在磨碎製作用的东西 稍后再看看清楚 这个就真的是历史了 好了,我们看到其中一块古迹就算了 不继续找 过去这个鳳凰山那边的方向 看我虎遥遗迹而已 现在过去鳳凰山那边 对啊 对啊 刚才客人... 好了,先认一认位置 刚才我们在这里穿上来的 下来就是碗瑶路 我们刚才沿着这个位置上去 接着就跨在后面下来 OK?大概这样吧 好看 当我们看到这边 习惯了平平无奇的电话门 经理人第一次来到 他觉得很神奇 这里更神奇 对啊,还有牙刷门 对啊 原来这里也有很多艺术家 对啊 艺术的东西 你喜欢就是艺术 好,下来大埔河这个位置 第二,我们在路口转左手边 即是向大埔市中心的方向走一段 之后呢 我们就要过右手边这边 来到半山洲这个牌 现在我们会穿进这条斜路 这条斜路呢 我们会一直跑上去 大概一公里左右的距离 就会到这个 鳳来良苑了 鳳凰山 这个位置有很大的榕树 后面有牌子 荔枝山七十二号 还有铁闸 零零零零零零山坡 不上去了 我想是私人住宅 然后有一间废屋 春风路 顶都被人批判了 上面看到荔枝山的豪宅 豪宅下面 有一些很酷的苗屋 这里有一条铁轨 可能不知是 拉车下来的时间 方便一些摄影 非常酷的设计 好 这边有分岔路 我们转右手 左手 左手 先描一下 其实这条环山景 可以过去龙城堡 即是可以到大布火站那边 这条环山景 但我们不是走这边 我们下方斜路 继续去凤凰山 好 当你看到梁锦华师傅的铁打医馆之后 两边有分岔路 左手边会看到凤凰山 OK 我们就穿入凤凰山 这条环山 这是大布半山洲上的凤凰山 这间凤来良院 兴建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中 是一个私人清修之地 在网上看资料 是一本人称二姑的善讯 想当年扣入了半山洲的大地皮 慢慢慢慢逐步修建而成 有没有人可以参观到 就看你缘分 我听见有朋友来过 是关门进不来的 就算开了门也好 始终都是私人清修之地 可能未必让你进去 我们当日本身就想着 经过这个凤来良院 从后面的山径穿上这个丛仔园 但最终有职员跟他们说 后面的山路已经封了 那我们没办法 就唯有沿路折返 我自己就很喜欢 这个凤来良院的建筑特色 很有六七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但始终都是私人地方 未必有缘让你进来 但看回资料 每年的玉帝丹 铝祖丹丹 和八仙丹 都有很多善讯来参拜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值得参拜的时间来参观一下 好了 原本我们就沿着这个凤凰山的后面方向 那条山径小路 就过去松仔园那边 那打算去到再去 再去框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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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 那我会认为 有一位负责人说 后面的山都封了 不让人过去 那既然 负责人都说不可以 那我们必须不要肯定来 我们现在会沿路 然后再往斜路 但没可能沿路走那么悶 刚才不是有分岔路口的吗 我们用分岔路到龙城堡再到大埔火车站的方向 这叫做跑了个圈 转眼来到这个分岔路口 我们就转右屈上去 直到沿路走 其实这条路就乘搭车都能上来的 来到这个位置 不要再直去 我们沿着左手边的楼梯级上 这里过去大概二三百米左右的距离 难不难走过去 走完就告诉你 走了一段时间就能看到一个建筑物 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先走前一点看看 像豪宅的后端 左右两边有路 我们先沿着右手边 穿出这条小山径之后 应该会看到一个凉亭 看见凉亭 穿了出来这个位置 铁丝网外边 马路边有休气量亭 好了 穿了出来车路了 左边又到火车站的方向 右边上车到松仔园 给你们选择 我们去哪里 记不记得松仔园? 看见吗? 看见吗? 他竟然在想 我认为他一开车就回答我 走 怎么样? 快点 我认为真心考虑 到最终都是下车路回家 好了 我们现在就回到大埔火车方向 如果决定继续去松仔园的话 其实沿着斜路向上走大一公里 就会去到这个松仔园里面的大埔靠岛路 而我们这里回到市区 大概都是一公里 沿途会穿过很多的大埔豪宅区 又拍下又拍下 现在来回到这个大埔火车站的位置 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李兄贵中学 前面这个就是新大赶场 还有这个火车站 今天行程远了 够时间吃个下午茶 过回对面马路就是大埔火车站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为止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下一条片再见 拜拜